生命诞生于大海母亲 海藻类是含有远古DNA的生物之一 其生命在13亿年里都没有被灭绝 一直繁衍到今天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当今社会由于生活环境或精神压力 饮食习惯的变化 以致引起不可预料的疾病的人正在逐渐增加 而且人体本身所具有的免疫力和自然治愈力的降低 也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比方说也许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 得了感冒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痊愈 这正是大家自身所具有的免疫力降低而引起的 这种免疫力降低还会引起更为可怕的疾病 比如成人病和寝食人体的癌症等等 特别是癌症 已经成为日本人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对此大家可能都很清楚 那么是不是真的存在能保持我们的健康 以防止这些疾病侵害的方法呢 其关键就是喝澡糖胶 维持健康的关键 喝澡糖胶 您了解喝澡糖胶吗 由于它具有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和自然治愈力的效果 正成为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事实上 褐澡糖胶就是大家经常吃的日本海韵 海带头以及海带等海藻类表面的粘液成分 增长在大海里的褐色海藻类 其表面粘滑物质的成分就是褐澡糖胶 褐澡糖胶作为一种能有效地改善成人病的物质 是颇受瞩目的 它是一种叫做多糖的糖类 也是一种食物纤维 在多糖中褐澡糖胶的特点 是含有相当丰富的硫酸基 而硫酸基是组成人体胃里粘液成分的源泉 这种粘液成分正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关键物质 特别是在冲绳无染海域中 生长而成的冲绳日本海藻和海带头 充分地吸收了各种矿物质 使之更为富含这种褐澡糖胶 那么这种粘液成分中含有的褐澡糖胶 对防止和治疗成人病 癌症以及提高自然治愈力 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请看一下褐澡糖胶的强大威力吧 胃是消化系统中最初的器官 也是现代人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器官 由于不良饮食习惯而变得虚弱的胃 褐澡糖胶用其具有强大威力的粘液成分 来保护我们的胃粘膜 而且褐澡糖胶所含有的硫酸基 具有消除胃粘膜炎症的作用 因此能治疗胃溃疡等疾病 同时褐澡糖胶的硫酸基 还能吸附引起各种胃病的病原菌 幽门螺旋感菌 并将其直接排到大肠中 再排泄到体外起到除菌作用 血液的粘稠化是造成成人病的最主要原因 随着血液变得粘稠 血液循环受阻 人体净化作用也跟着下降 血管更容易被堵塞 从而引起动脉硬化 这样血液就不能供应到各个器官 也就可能造成威胁到生命的重大疾病 那么使粘稠的血液变得清洁 从而预防成人病的 正是这种褐澡糖胶 当我们体内受到病原菌的侵害 或有异常细胞生成时 人体本身被有攻击它们 以保护身体的防御系统 而攻击异常细胞 来预先防止疾病发生的 就是NK自然杀伤细胞 褐澡糖胶具有提高 这种NK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的效果 也就是通过增强整个人体的免疫力 而进一步地提高人体的自然治愈力 现在您知道了褐澡糖胶的功效了吧 保护胃粘膜 修复胃溃疡 去除幽门螺旋杆菌 褐澡糖胶通过上速作用 把现代人虚弱的胃 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同时 它还能使粘稠化的血液得到清洁 以预防成人病和维持健康 而且通过增强免疫力来提高人体固有的自然治愈能力 这些就是维持健康之秘诀 但是更令人惊讶的远远不止于这些 实际上 褐澡糖胶蕴含着更为巨大的威力 那就是目前最受医学界注目的 褐澡糖胶所具有的治疗癌症的功能 我们对其秘密做了探讨 普通细胞一般在50到60次反复分裂后 将会自行死亡 这被称为细胞的自杀或细胞的自然凋亡 癌细胞由于突然变异等原因 失去了自然凋亡机能 只是不断地反复进行分裂和增值 据研究 褐澡糖胶具有使癌细胞自杀的威力 也就是诱导细胞自然凋亡的作用 褐澡糖胶可以使NK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化 NK自然杀伤细胞在癌细胞壁上钻孔后 注入穿孔素来破坏癌细胞 褐澡糖胶还能够直接接触失去自杀功能的癌细胞 启动其自杀程序 如此癌细胞核接收到信号 癌细胞就会自杀 这种使癌细胞自取灭亡的功能 就是褐澡糖胶的诱导细胞自然凋亡作用 我们对加入褐澡糖胶和未加入褐澡糖胶的癌细胞 进行了比较试验 为加入褐澡糖胶的癌细胞不断进行增殖 而加入褐澡糖胶后 可以观察到癌细胞的增殖被遏制住了 原来如此 褐澡糖胶真可以说是维持健康的秘诀 那么现在让我们实际参观一下治疗癌症的现场吧 根据了解 这家医院的褐川医生把褐澡糖胶用于癌症治疗中 获取了各种效果 褐川先生您好 好您好 听说这个褐澡糖胶的效能 在医学界获得了很多验证是吗 是的 我们认为它在临床医疗中发挥了很好的效用 虽然只用褐澡糖胶就可以获得效果 但是和化疗放射疗法并用 它减轻副作用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单独使用的时候 因为同时具有抗肿瘤效果和诱导癌细胞的自然凋亡作用 我们认为它对治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临床治疗中 实际使用褐澡糖胶后都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曾经有一个八十多岁的男性患者 他在胃的喷门处长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喷门肿瘤 由于他是位高龄的老人 我们给他服用了胶囊型的褐澡糖胶 每天的投入量大约是三到四克左右 过了一个月之后 原来乒乓球大小的肿瘤变成了很薄的形状 虽然癌肿瘤并没有完全消失 但其大小却明显地变小了 哦 是这样 是的 不仅胃部不舒服的症状随之消失 而且可以吃饭了 此外还有什么别的病例吗 那这里呢 我有一些S光的照片 是一位51岁的女患者的 她患了乳房癌和胃癌两种癌症 因为胃的出口变得十分的狭窄 连饭也不能吃 既不能进食又不能喝水 因此从别家的医院转到我们的医院 好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X光照片 这儿呢就是胃的入口部位 往下走就是胃的出口 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里已经变得非常的狭窄 白色的部分呢是造影剂 普通人可以直接通过这里 但是这位患者却因这里狭窄 而几乎不能显影 这位患者同时使用了化学疗法和褐藻糖胶 它服用的是液体型的褐藻糖胶 那么用量呢是每天4瓶 一共8克以上的褐藻糖胶 三个礼拜之后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部位已经变得很宽了 而且这个部位的距离呢也变短了 X光照片上是一目了然的 可以认为呢 这位患者的情况是治疗效果 非常理想的病例之一 是 这是另一位59岁乳房癌患者 服用了褐藻糖胶的病例 他在手术后癌肿瘤复发 肺积水占了肺的四分之三 因此同时使用了抗癌药物和褐藻糖胶 过两周后肺积水减少了 而且没有其他副作用 在西医的治疗当中呢 抗癌药物和放射治疗是占主要的地位 但是关键是怎么样来减少治疗中产生的副作用 当然呢我们可以用药物进行调解 但是在使用药物之外呢 还可以利用褐藻糖胶或者其他功能性的食品 来避免免疫力下降或者白血球数值下降等症状 我们认为呢 由于褐藻糖胶具有增强免疫力 还有促使癌细胞死亡的作用 所以呢使癌症的治疗手段变得更加的广泛 那么为了摄取褐藻糖胶 是不是食用日本海韵就可以了呢 当然你可以食用天然的海韵了 但是只靠吃日本海韵 是不能摄取足够的存褐藻糖胶成分的 据称呢 从1000公斤的日本海韵中能萃取的褐藻糖胶重量 只有1公斤 那么我们考虑到这一点 要光靠天然的食物来摄取的话 那么就需要超大量的日本海韵了 因此只吃天然的日本海韵 是不能够摄取充分的褐藻糖胶 当然在服用含有褐藻糖胶的功能性食品的同时呢 使用日本海韵等海藻类是有益于健康的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褐藻糖胶的效果 第一褐藻糖胶对胃很有益处 第二可以清洁粘稠的血液 以预防成人病 第三通过活跃免疫细胞来增强免疫力 第四可以利用褐藻糖胶来治疗癌症 它具有使癌细胞自取灭亡的诱导细胞自然凋亡作用 可以说褐藻糖胶真是现代人的救世主 谢谢丽川先生 不用客气 您对褐藻糖胶的效果如何认为呢 不少人通过褐藻糖胶又重新找回了已经自认绝望的健康 褐藻糖胶可以保护现代人变得虚弱的胃 改善血液状况和各种成人病症状 增强人体原有的自然治愈力 而且更是具有从癌症的威胁中保护我们人体的强大威力 当今社会是自己的健康需要自己来维护的时代 褐藻糖胶中真的蕴含着维护我们健康的秘诀 我也想尽快试一试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